第三种禅定之中 有些人他喜欢皱禅 在很深的禅定之中 他的眼耳鼻舌身等五官全放下来了 全放下来了 五根内也不用了 唯与意识存在 只有剩下这意识存在 唯与意识存在 就是定中的独头意识 定中的意识是我等于行 这个意思还没有在 我们讲受受想行事 五云的受受想行 这个意思是我等于行 定中的意识是我等于行 是违须的行运 我们五云里面的那个受受想行 是那个行 行运的状态 行运的作用 第六意识以定中 他的功能 虽然他在定中 但是他的第六意识 还是行运的状态跟行运的作用 他与意识同时存在 同时的那个炼陀 流动与变化 有流动变化 但是他本人坐禅的人 那个在入定的那个人 本身没有觉察 因为他非常的维系 非常的隐微细密 深系 他难以察觉 这是要很深的禅定功务才会见到 一般粗浅的 见不到 他的意识 事实上是在流动状态 在变化状态 但是那个纠缠 那个入定那个人 他并没有发现 因为这个意识的流动变化 十分的隐微深系 而难以察觉 因此 第六意识 可以称之为意识流 因为他的特质 既是流动 又是变化 所以 我们那个念头 刹那刹那的生命 既是流动 又是变化 一种是受繁静 受情境的影响 通过五官 通过五官 五根产生功能 有时候使用眼睛 有时候使用耳朵 嘴唇 恒常依情境 变化不移 流动不及 即使在梦中 或者精神狂乱 乃至于定中 他容然可以 秉持五官 而独立运作 这是要探导意识 第六意识 纵使没有五官 他一样会机器运作 为什么精神狂乱 他还会说 有人在旁边跟他讲话 虽然五官并没有去看到什么 但是 他说人家跟他讲什么 就是他的这个意识 还是产生运作 独立运作 所以 不管是梦中也好 或者精神狂乱也好 或者是在定中 他虽然五官已经免除了 五官并没有起作用 但是意识还是独立运作 这个意识就像 团流 就是瀑布的团流 一般流动不已 地变不止 第六意识 虽然不住 没有停止的 这样不断的变动 而且是一个持续性的功能 他能够将过去的种子 一直带到未来 从前一生 到这一生 再从这一生 带到下一次 这种种子 佛法称为 这一段很重要 各位 为什么我们会有前世的 这个记忆 比如说你前世 是搞会计的 你搞财务的 你到这辈子来 就很会算钱 有些人就不会算钱 我常给那个师姐算钱 给他一万块 数了半天数不出来 他说什么算都会算错 算了三遍他还会算错 我师姐是搞财务的 搞会计 我们这个王师姐做志工 他以前是银行的行员 他只要给他一万块 扫过去 算出一万块 过气生 阿赖也事里面就是搞财务的 你看 磁细的功能 意识内不停的变动 所以像我师姐 他这一块就很厉害 我就没有办法 像我们这次办万人念佛 很多海内外的联友来这边参学 那必须要订游览车 有些人要到哪里去参访 有时候是一个团队里面 又拆了好几个组 这个团队是什么时候到机场 什么时候要去接送 理性社也没有办法 理性社他没有办法跟他安排这个行程 那必须劳驾我师姐帮他设计 谁去接送 哪几个人是第几班的飞机 什么时候到达 送到哪个饭店 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完全不会搞乱掉 有条不紊 所以这些海外的联友 非常的佩服 我家这个师姐 师母你怎么都不会乱掉呢 他的意识阿拉耶里面 以前就专门把这个事情 化繁为简 很有这种种子的功能 将过去生的种子 一直带到未来 从前一生到这一生 再从这一生带到下一世 这个种子佛法称为业 所以我们探讨业力 业势 哎呀有些人碰到困难 哎呀我业障现前 我业力现前 我业报现前 你问他业在哪里 我们不知道 佛法称为业 简单的说 你现在的生活习惯 你现在的生活 你的念头 你的行为 你的毛病 你的习气 你的身口义的行为 都跟这个业有关 这个业力有关 也就是这个业势在作怪 所以 此生 以及过去无量生 所未消失的业的力量 不管是善跟恶 通通存在阿拉耶稣里面 我们平常是善恶 善业跟恶业 还有无忌 什么叫无忌 不善不恶的 你好像这个 这个也不是善恋 这也不是恶恋 这叫无忌 也会入阿拉耶稣里面 所以我们阿拉耶稣里面 有善的种子 有恶的种子 有无忌 善恶无忌 所以 以及过去无量生 所未消失的业的力量 却潜伏于第六意识中 第六意识中 虽然各种并没有所谓的磁细不变的我 因为有业因跟业果的运作 来生的面目 可能以这一生大意其极 你前世可能长得很庄严 这一世不见得 你前世长得很漂亮 那不见得这一世就很漂亮 因为有业因跟业果的运作 来生的面目 可能以今生大意其极 就会不同 你可能前世很胖 那这一世可能就瘦 这一世可能就很瘦 都跟业因业果有关 但是 的确有某种影响 有某种力量 有某种印记 持续以下一生 如果你这一世 恭敬三宝 你下一次一定庄严 你这一次常在佛前点灯供佛 下一次一定是光明 你那个眼睛一定非常的光明 所以 维师序里面大圣佛法 为了进一步剖析 也是将第六一世 更精密的区分为 接下来的第七世跟第八世 第六世里面再更详细的解释 更清楚的第七世跟第八世 那么第七世是什么呢 第七世就是把第八世当成我 那第七世是把第八世当成我 这个第七世叫莫娜 范里叫莫娜 将八世所藏的种子 视为自己 而老子不舍 兼老的执着不肯放弃 作怪是在这个第七世 这个执着 第六世是分别 用五根去分别外面的 没错 视为散路 这个是红的 这个是蓝的 这是绿的 这个是蛋糕 这个是面包 你去分别外面的 你的第六世 分别透过五根去看到 眼前这些东西 这真正决定要买的 决定喜欢跟不喜欢的 决定吃不吃的 是那个第七世的莫娜执着在 老子不舍 那个在决定 那个才是参谋长 那个才是参谋长 那个第六世只是 先细收集情报而已 这个决定是那个第七世 莫娜执着 所以为什么执着一破 出三界 小圣来讲 是阿罗汉 你执着一破 就出三界 所以第七世 是坚固的执着 因为勿将业力视为自我的本体 因为他执着 我有我这个身 有我这个人 有我贪 我爱 我撑 我吃 那个我 他有一个 他把业力的现象 看成自我的本体 因而业力就是一生 一生牢固的执着 延续下去 而射起果报 因此第七世 既是自我的执着 又名第七世 我费